3月28日 昨天深夜有网友爆出杨阳最新近况 万万没想到这次是恋情瓜 绯闻女友不是迪丽热巴 李静 而是小花王楚然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爆料者说他们两人在马尔代夫度假 疑似紧吻照片被拍 更多恋爱蛛丝马迹被巴 网友一脸惊讶 真的假的 照片在哪 这位爆料者称 1.这个月15.16号在马尔代夫 我遇杨阳和王楚然 两人十分低调 但是很多国人拍到他们俩在一起 2.王楚然最近晒出的照片和视频 被巴出人不在国内 在国外度假 但是粉丝却一直说 他在剧组拍戏 没有出过国 3.杨阳和王楚然定位和IP酒店是一个 而且两人还被巴出一起打游戏 4.一次路人拍到两人度假时机吻照片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 目前 虽然爆料者说的话有鼻子有眼 但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证据 不过 杨阳和王春然晒出的度假镜照 两人房间内的装饰却是多处雷同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被网友扒出大量图片 王楚然带着团队工作人员 把筛出的度假照片删了很多 引发网友的猜测 有网友留言说 这是真的假的 赶紧回应一下吧 俩人不会是要合作吧 故意炒作 娱乐圈无风不起浪 估计是真的 挺希望洋洋和迪丽热巴的 磕的CP这么快就背了 还有网友喊话 赶紧把基本照片放出来 要不然就告你造谣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